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,今天小五带来陈琴令同仁作品。 取名望线,第九十三集,你只看到了我眼中的欣喜,却看不到我眼中的痴迷。 小姑娘撑着那根竹竿,挣扎着想要战气,结果一连试了好几回,都没能成功。 姑娘,你演过了。 这些把戏,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。 听我一句劝,凭自己的努力吃饭,干干净净地赚钱。 你还小,还有大把的人生。 你现在这样做,无异于自毁前程。 你又没想过,将来谁愿意娶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媳妇,谁又愿意有一个受人指指点点的母亲。 微无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探手在怀里摸出自己的钱袋。 从里面取出几块碎银子,放在小姑娘脚边。 她能说的,能帮的,都做了。 小姑娘剩下的路,要怎么走,还要看她自己的选择。 魏英,当初你。 蓝湛,你是不是想问,我问什么说都是自己玩剩下的? 二人在一起久了,魏无限自然而然的,就能解读蓝湛的欲言幼稚。 嗯,独自流浪的小孩子,很容易成为一些,居心叵测之人的目标。 他们会将小孩子骗回去,用威逼利诱的手段,逼迫孩子们学一些手段,然后出去做坏事。 他们责作想启程。 我也侮辱过,可我没有那个胆量,也不屑于同他们为伍。 蓝湛,你能不能问点开心的问题? 比如我的集罐里,你这个准道理,打算送我点什么? 魏无限不会在一件事上纠结太久,很快就从低沉落寞的情绪中,走了出来。 往事已已,他更在意的是眼前的幸福生活。 想要什么? 想要? 幻蓝湛,你不会自己想啊。 我提前告诉你,到时候还有什么惊喜可言。 好,既然魏无限不想说,自己回去之后,仔细想想就是,也许可以去找江姑娘咨询一下。 二人走走停停,看到山脚下的一处集市,虽然说不上多繁华,却人来人往也不失热闹。 魏无限打量着四周的房屋和摊位,再看看身边清冷严肃,不苟言笑的佼佼君子,想作恶的欲望,在他心中汹涌澎湃。 魏英,魏英,身边叽叽喳喳的声援突然今生,蓝湛不由地停下脚步,这才发现身边嘻嘻嚷嚷的人群里, 失去了魏无限的身影,怎么会这样?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消失? 若是有人在自己身边将人带走,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? 随着一声声无果的呼唤,蓝湛的一颗心也一点点往下沉,心底的慌乱开始无限蔓延。 突然,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从人群里冲出来,跌坐在蓝湛脚边,抱着蓝湛的腿就放声大哭。 蓝湛神色淡漠,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腿上多出来的挂件。 想当年,也有这样一个小家伙,突然窜出来,抱着他的腿,觉得鼻涕一把泪一把,哭哭啼啼地呼唤着阿爹。 小伙子,你要把孩子抱起来哄,这样哭,可不行。 一位老者路过,看到小娃哭得可怜,就好心好意地开口提醒。 这当爹的,就是心大,孩子都哭这样了,他也不管。 这个小娃不哭,你娘呢? 小家伙啥也不说,抬手拍了拍胸口的那一块银子,继续哭好。 看着腿上不停哭好的挂件,蓝湛眉头抽了又抽。 可怜蓝湛,堂堂姑苏蓝氏的二公子,蓝氏双臂之一的韩光君,雅正端芳不染尘埃的佼佼君子。 走到哪里都是别人高深扬指的存在,什么时候遇到过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? 还真有,当年在怡陵,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,从人群里跑出来,抱住自己的腿,也不知道,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。 魏无羡站在人群后面,看着蓝湛难得一见的手足无措,笑得死去活来,双手捧腹乐得前仰后合。 这个小古板,还真是一套一个准。 时隔多年,居然还是那个反应走也不是,流也不是,一脸窘迫的立于原地。 重点是也不会为自己辩解几句,蓝湛,我可找到你了。 方才,我去买糖葫芦,一回头,你人就没影了。 这,这孩子,是谁呀? 魏无羡眼看着那个小娃光打雷不下雨,还时不时的四下张望,心知她要眼不下去了,连忙双手拨开人群,一副气喘吁吁,累到不行的样子。 不知,再次看到自己心心念念之人,蓝湛忐忑不安的一颗心,重新放回肚子里。 蓝湛,想不到你还真有小朋友缘。 当初,小阿愿抱着你不撒手。 如今,这个小娃又是如此。 小朋友,给你吃糖葫芦,别哭了。 魏无羡蹲下身子,明着是给人家孩子递糖葫芦,实则暗戳出来了一个击掌的动作。 不料,这个小动作被一双居高临下的琉璃毛尽收眼底。 小家伙,好玩吗? 拿着糖葫芦的小家伙,眉开眼笑地从地上爬起来,倒腾着小短腿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 蓝湛,那些戏文里说,得到了就会不一样,果然如此。 想当年,我在一邻战山为王的日子,在街上偶遇。 你看到我的时候,眼睛都大了一圈,恨不得可以直接黏我身上。 可是刚才,同样的小朋友抱大腿,你看到我却没有了那种惊喜乍放,如见春光的感觉。 大街上人来人往,魏无羡又不能挂人家身上,只能一脸郁闷地往前行进。 你,只看到了我眼中的欣喜,却看不到我眼中的痴迷。 蓝湛微微侧目,看了一眼身边那根落寞的木头,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 小金珠,你可知道,为了何年偶遇,我未经舒服允许私自下山,已经在一陵徘徊多日。 煎熬了许久的担心和思念,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全部爆发,在我眼中,天地万物就只剩下那个迎面走来的你。 那时候,你动不动就让我跟你回姑苏,又不说跟你回去干什么。 我一直以为,你把我带回姑苏来时,就是把我关起来,畏惧我的修为。 你那时候若是告诉我,是带我回去一个被窝里睡觉,当宝贝一样稀罕着,我会立马收拾行李跟你走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